1 2 3 4 Shit B2 4 Shit B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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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收看 Darky Tio 姊妹會 我是莎莎 我是莎莎 我覺得男生應該 心裡都有一個願望 就是可以跟女神在一起 就覺得 這真的是很棒的事情 而且如果那個女神 又是外國人 你們應該會覺得 大家應該都很羨慕我吧 然後很威風這樣 不會啊 可是我覺得 我也是跟女神在主持節目 哈囉 兩天了 不要死笑了 難怪他會找你主持 真的好會喔 好啦 講正經的啦 沒有啦 可是我說真的 如果說走在路上有沒有 看到一個男生 就是長得也滿帥的 然後他旁邊真的是女神級的 那個女生 尤其是那種金髮碧眼 外國人的感覺 真的 我就覺得他人生一定有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有 幹大事的演員來到現場 有嗎 有幹大事的演員 有 有 歡迎我們一起幹大事 對 真的一起幹大事了 然後已經播了 在芭樂電視台 有七月九號開始已經播了 然後我們是一個 非常好看 就是讓大家吃完晚餐之後 跟爸爸媽媽一起看的 一個很輕鬆的喜劇 然後我爸爸是李羅大哥 還有可麗姐 還有滿嬌宜姐 都有一起演 是... 在講一群年輕人 想要在暑假裡面 做一點特別有意義的事情 是 就可能我們做的是別人 一般眼中的小事 但對那個人來說 就是他的一件大事 大事 可能我們覺得 我們的對象是外國人 覺得還好 但對別人來說 哇 這個是一件大事 真的 會... 對... 而且這個主題曲非常好聽 是由小馬演唱的 但仲哥 你剛剛在後台 我不是這麼說的 那對不起 那宇晨跟雅琦兩個人的關係 是什麼 我們是從小一起在市場 長大的好朋友 對 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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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青梅竹馬 是... 反正你們的故事 都圍繞著那個市場 對 圍繞著一個市場 有賣豬肉的 有賣麵 然後你是雜貨店的 對...雜貨店的 很喜歡看書 每天都播嗎 每週一是週五 禮拜一到禮拜五 對 晚上九點 一定要鎖定我們八大 優質的戲劇 是的 今天要來女神 然後一定要來找到 我們的男神 對 今天現場是四位 他們的老公或是男朋友 是 哪一個是男朋友啊 只有你是男朋友 其他都是老公 好 我們走今天 歡迎第一位女神 Lily 嗨 她是法國女神耶 法國女神真的長得非常精緻 誰那麼帶走啊 誰那麼帶走 誰那麼會幹大事 對 假如如果是這樣 覺得美女走在路上 你會覺得很想要跟她交朋友 我會跟她吹口哨 對 所以Lily你是來台灣多久了 大概五年多 五年多 所以當初是因為工作 才來台灣的 對 因為工作 那你在法國的時候 就很多人追你嗎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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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台灣 結婚前追你的人也很多嗎 對 也很多 對 因為我覺得她的長相 就是那種 大家都會喜歡 就是沒有 女生會喜歡對不對 而且沒有殺傷力 而且沒有殺傷力 而且她的身高是很清零的 對... 對你來說特別好 因為我都以為是很高男孩 其實法國人都不高 對 我們比較小 男生也比較小吃 對 而且比較不容易老 有的老外很容易老得很快 大國人真的 我們接下來其他幾個老外 你再看一下 還有嗎 還有嗎 話不要講奶 話不要講奶 好的 所以哪一位是你老公 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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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你還入座 歡迎 歡迎 好 接下來歡迎貝娜 歡迎 妖 妖屬喔 整個這一款可以嗎 妖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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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妳知道嗎 對... 她的腰 在我這邊 真的 她的腰 她的腰 她的腰已經在我橫隔隔隔 她的腿又長又直 好像腳白筍一樣 對 妳沒有... 妳沒有肝臟耶 不要 而且她的臉就是那種可愛 對 而且她... 等一下她有十八歲 她好想知道 妳沒有十八 妳有吧 對... 而且看過去 好像好萊塢的明星喔 是 真的耶 而且皮膚好細緻 完全沒有毛細孔耶 天啊 真的喔 看她會有點害羞耶 而且眼睛在放電的感覺 而且感覺就是像十六歲的少女 對 那一段話走出來 真的 對 超完美的 對... 然後她覺得 阿妮真的很普通話 對 我都聽起來了 聽起來了 我都聽起來了 好 來 我們來 讓鐘哥來猜一下 她應該是誰的女友好了 我覺得是女朋友 我覺得是Peter 我跟你講 Peter他表情一直這樣 對 而且他就是那種年紀很帶走 要不是 這種女生機的 怎樣都敢追的那種 追你的男朋友嗎 是 Peter 對嘛 對啊 對啊 這兩個走進去不得了 對啊 你們兩個好搭喔 你們是可以一起站起來嗎 顏值好高的機會喔 很像劇... 一起幹大事 好 請坐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歡迎邱恆 歡迎... 漂亮 身體很好耶 越南的女生身材都超好 腰真的很細膚耶 對 胸部很大 對 好細膚喔 所以鐘哥你對於越南的女生 是不是也印象還滿不錯 就都滿漂亮的 真的 而且她們的那個按摩都... 皮膚又好 真的 皮膚又很好 對 皮膚又很好 而且越南的那個佛又很好吃 為什麼越南的佛 越南佛是什麼意思嗎 是什麼意思 小三 真的 所以我們都在吃小三啊 對 越南人說 現在吃飯膩了 所以要吃佛 對 那飯的意思就是老婆的意思 老婆的意思 他們又是... 真的不要太喜歡吃佛 有一個膽子在裡面 對... 所以宇辰你會喜歡像邱恆這一種的嗎 很漂亮啊 很漂亮喔 皮膚又好 我覺得你娘真的動得真心耶 對啊 我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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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很年輕啦 很能動輕 我也很容易 我們拍戲悶太久了 對啊 旁邊那也不錯啊 你把你的親妹竹馬放哪裡 親妹的好朋友都知道 好朋友都知道 好 那你們猜猜看 她老公是誰 陰宗還是John 我覺得是陰宗 陰宗 我覺得像陰宗 我也覺得 陰宗的皮膚黑黑 感覺很常去越南的感覺 真的 很常去 他很不見得在越南啊 他絕對是 絕對是陰宗的 好的 所以你老公是 呃...John 你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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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會看人家 可是陰宗 他有點像兄妹 兄妹手的感覺 這是家人 有點像家人的感覺 就是... 因為我平常都叫他哥 喔 兩個人... 感覺很甜蜜的感覺 而且John很斯文對不對 對 很斯文 好難人 好 接下來歡迎最後一位 珊珊 珊珊 原來我剛剛也很見到 原來我終於看到你老公了耶 珊珊 你們剛剛不是說 你剛剛很老實 你還怎樣... 人家是金髮幣 也俄羅斯人耶 對啊 他以前不是裝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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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英這以前比較瘦 他跟我結婚後 是你害的嗎 應該 幸福... 非常幸福 好 歡迎你們 歡迎 今天全都是青蟲玉女來的 對... 現場男士你們有沒有 就是常常在路上 大家都對你投影 就是覺得 羨慕的眼光 一定有 你怎麼可以跟女神在一起 一定有 對... 剛交往的時候 認識的朋友知道我們 就會說就是 你是什麼 台灣之光 完成男人的夢想 反而是不熟跟 不認識的朋友就是說 有沒有那個 其他俄羅斯可以介紹的這樣 當然不會啊 因為我甚至有的朋友 還會跟我講說 他怎麼可能跟你在一起 他長得這麼漂亮 對 然後因為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難免 男生嘛 就是想要PO一些 盒照的 對... 炫耀一下 然後我的朋友都會說 你又跟哪個模特兒合照 你在發什麼 炫耀文 好吧 好相信 我覺得我在炫耀 在消耗 那你的確在炫耀對不對 有... 有一點啦 有一點點啦 可能在運動上面 當不成台灣之光 但至少在另外一半上 自己可以成為 滿足自己的內心 其實大家都講出來 都想當台灣之光 台灣之光 就是其實 剛帶她出來 跟我朋友認識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好奇說 有烏克蘭的女朋友 有沒有她的姐妹啊 還是有沒有朋友可以介紹 對... 我身邊的朋友 比較不會直接問 但是因為 我跟秋恆有在做那個 粉專跟Youtube 那很多網友 就是會留言 會來信來問 問說 比如說 怎麼追到越南女生 什麼場合可以認識 她的朋友還說 她是越南王啊 對... 不是台灣之光 是越南王 對... 但剛剛John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她朋友會問她說 你到底去哪裡 找到這種人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各位男士 就是你們怎麼樣 找到另外一半 是有什麼樣的機會去認識 不是這樣 這很重要 對不對 其實我跟莉莉認識的地方 是一個 哪裡... 我們在 真的假的 怎麼你很有膽量 你是... 是你在... 所以你發現我的第二個事 沒有 其實那時候 莉莉她住在紅樹林 然後我住在淡水 因為我下班的時候 我都從大安站坐捷運回家 然後 我有一次坐捷運的時候 就發現有兩個外國人 他們剛好上車 然後 他們就站在我旁邊 我余光可以瞄到 但我依稀又有聽到說 他們好像在討論我 講中文 他們講中文 沒有 他們就是講英文 對... 因為我聽得懂 所以我大概可以聽得懂 他們好像在討論我 可是那時候 我的目光不是放在莉莉身上 我是放在她朋友身上 你確定要這樣講嗎 他們她朋友是 金髮閉眼的外國人 所以第一眼的目光 會比較被吸引到 然後後來她朋友下車了 然後我前面 剛好有一個位置 那她就坐在我前面 然後那時候我才發現 然後那時候我才發現 你到現在講話還在發抖 對... 我第一次啊 而且... 而且那時候 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 我覺得她超像安海瑟 對... 剛剛還想講 很像... 我覺得很像 後來也很多人這樣講 然後那時候 她就跟我對眼了三秒鐘 我那時候很緊張 我真的超緊張 這算一見鍾情嗎 真的是... 對眼三秒很久耶 沒有... 後面還有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對眼三秒以後 我那時候很緊張 然後我一路上 我就一直在盤算說 我到底要怎麼 跟她搭訕 然後我是要講中文 還是講英文 然後後來到了紅樹林站 她下車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緊張 我在猶豫說 要不要衝下車跟蹤她 然後那時候捷運們已經... 這是捷運池 這是捷運池 那時候捷運的們已經 嗶...在叫 那時候就衝下去了 就衝下去了 就衝下去了 這是一個劇本 這是一個劇本 鼓起勇氣了 就直接衝下去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就跟蹤她 跟在她後面 因為紅樹林捷運站 下車要過馬路 才會到她家 那時候 過馬路等紅綠燈的時候 我就站在她後面 然後她發現 我站在她後面 大概距離多遠 很遠嗎 還是很近 大概這樣子嗎 沒有再近一點 什麼近 差不多我一個小手臂的劇本 你跟蹤老闆 前鼓生有發現嗎 有 一定有 所以那時候我就被發現 她就轉過頭來一直看我 然後她就 90秒 90秒的紅燈 90秒很有趣 90秒是一分多鐘了 一分半 90秒眼睛會開 那時候 她一直看妳說什麼 她的前刀抓得很緊 不是 她一直看我 她一直看我 而且旁邊很多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 超怕被當成變態 對 很像 然後後來 其實妳是 很像 不過 顏值還算不錯的變態 OK 然後 然後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過紅燈 過馬路以後 我就一直跟在後面 因為我已經被她發現 所以我就離她滿遠的 還不說話 沒有 然後那時候她就準備要進家門 那時候我就上前攔住她 看到家門 我就跟她想說 可以跟 妳先要一下妳的社群網站 跟妳的聯絡方式嗎 這麼自己 不是 她哪一晚跟我說 她不是問我的社群網站 她一開始就問我 她要哪一天晚上請我吃飯 我真的覺得她好奇怪 是 見面 對 真的很像變態 真的很像變態 對 但妳最後有給她妳的那個社群網站 對 有 那妳不覺得她是變態嗎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好 所以這樣也OK啦 所以第一次的三秒鐘 妳就有...妳也有感覺了 對 我覺得她還不錯 所以那時候妳跟妳朋友在聊 真的有聊到她是不是 對 妳說聊的內容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她的時候 是在街營上 然後她那時候穿著西裝 因為她剛下半 西裝 對 所以我覺得 她的皮膚真的很翹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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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褲子 來... 可以... 所以華國人女生會先看屁股啊 有時候會 對 然後我的朋友 我們剛上捷運的時候 他一次教我看他 然後我們就一次討論他好帥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這個男生真的還不錯 他真的很... 對 這真的是... 真的是捷運情願 對 那麥克妳在捷運 用這招用過幾次 其實那是第一次也是我的最後一次 對 太棒了 很辣 很厲害耶 你這樣講完 明天大家一堆人要去 紅樹林捷運 穿西裝 把屁股墊高一點 假屁股又穿衝了 好浪漫 我們來聽聽看下一段故事 Peter 這幾次真的是滿普通的 又普通又太普通 好棒 年輕人現在跟你講 都是IG的 對 真的 一開始我就是在滑IG 然後就無意間看到他 然後就點進去說 一個烏克蘭在台灣工作 好像還蠻特別少見這樣 然後我就OK好 追蹤他 就沒怎麼樣 然後後來隔天看 他也追蹤我 然後又覺得說 好像... 有來有 好像有機會 真的沒想到 沒想到 那時候沒有想什麼 然後就是 好幾天都沒有說話 我也沒有主動的去見他 或是怎麼樣 然後他也沒有訊息我 然後直到有一天 應該過了滿久了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剛好要找模特兒 拍他公司的行路 然後就說 你身邊有沒有認識 怎麼樣怎麼樣的模特兒 然後我想說 然後我就...就訊息他 他說 你好 怎麼樣我朋友有 需要一個工作 有一個工作機會 就是你願不願意來接這個工作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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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然後呢他就... 他就很... 冷淡就說 找工作的話 有工作機會 你可以跟我的經驗 對 然後我們就沒聊天了 對 公事公辦就對了 對 所以... 最後有找他拍嗎 沒有 但是... 那你們最後怎麼認識的啊 後來之後 我就... 有密他聊天這樣子 對 那開頭就是因為工作 我們要有一個理由 藉口先開始 開始... 一定要開啟 那你們第一次約就約出去了嗎 有... 有... 你這麼厲害 對 所以說去那個... 那他一定也... 就是很難下來的那一種 對 不可 而且要叫救命都叫不到人 對 他跳那種有點害怕的 但是那是超尷尬 因為那時候 他... 英文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好 然後也不知道 他比較害羞 然後中文也沒那麼好 對 所以都在... 不是那麼好狀況下 卡在貓框輪車 一路上去 然後我們都沒說什麼話 然後就看風景 太尷尬了 對 一開始真的是覺得... 那你們坐完懶寨 還有去吃飯或什麼 有... 有... 然後才稍微有講話 對 你們在一起多久了 兩年半 兩年半 很久了 那你追他 是追多久才追到 大概 因為... 大概有一個多月以上 這麼快 對... 但我們那時候不常約會 對... 因為他工作很忙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要工作 然後都是他工作結束之後 我去他家旁邊的公園 對... 聊天晚上之後 好青春喔 你也寫一下中文跟英文 對... 那一定是貝娜 對皮特一開始也有好感 才會... 有... 這很重要 那貝娜她第一次留言給你的時候 你有... 你有心動嗎 你看到這個男生 因為兩個年前我很喜歡K-POP 所以我覺得韓國人很酷 當然像韓國人 所以我第一次看她的照片 她那個時候也是模特兒 所以很好搞的照片 所以覺得她是... 她也是韓國人 所以我說她... 你一句有點像韓國人 有... 韓國那種像喔 對... 所以她在Instagram上發短信 說她的朋友叫模特兒 所以我給她的... 我的公司名字 然後我們開始... 每天... 聊天 聊天 然後... 開始出去 然後我... 我記得一次她問我 你去過K-POP嗎 我覺得K-POP 這是... 韓國的意思很酷 她... 要我跟她一起去韓國 但是... 我不知道韓國就是酒吧在台北 就是K-POP 所以... 我東東去了一個酒吧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她說 你有沒有去過K-POP 然後她那時候英文不太好 她就以為說 你有沒有去過K-POP 可以啊 對... 她就以為我是韓國人 然後更高興更高興 約會過程太煎熬 雙方全都是套路 她就跟我講說 晚上可以一起吃個飯 而且... 還可以到她家做做 我那天什麼 文部手冊 然後很興奮這樣 可是到了下午六點 她就突然傳簡訊跟我講說 我今天晚上有工作 太煩了 這會想殺人 玩到玩到玩到 重點是 到了九點的時候 她又傳簡訊來 對... 妳的筆記 寫了 寫劑本了 寫劑本了 她就差了劑本了 她就差了劑本了 因為妳太厲害了 她這時候就傳了一個簡訊 跟我講說 可是乃伊旺她表現得還不錯 到底帶了哪些東西多學 沒有筆記 她講到 觀眾在做筆記 這個很重要 對啊 想和我們稱聰到底嗎 想和我們分享故事嗎 WTO節目會在找你們 只要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趕緊撥打我們專線 02-2650-6340 是 很準的 就是 很準的 你 你 秋千利 bis 東區有個酒吧 對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去過KOR 然後他那時候英文不太好 他就以為說 你有沒有去過KOREEA KOREEA 對 他就以為我是韓國人 然後更高興 最後不是 撿到寶 對 因為他以前比較喜歡 Big Bang嘛 就是很喜歡的Big Bang 勝利對不對 他跟你約第一次出去 你就點頭說好 你不怕他是壞人或者是 我們這種私訊 他立刻封鎖 對 那很通鎖 OK 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 網路 現在都是靠這個了 一個通訊軟體叫那個 C-check 對 就是我去中國跨年 然後就約了當地的 就是我朋友約了當地的 上海女生一起出來跨年 然後就是其中 剛好有一個上海女生 就喜歡上我 對啊 那結束之後呢 就是我們回台灣 我們就交換了就是微信 後來他就把他的好姐妹 就是他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一起嫁進來 後來就是也聊到說 他曾經來過台灣 所以就有話題 所以你第一眼看到他 就喜歡他了嗎 我是覺得看起來還OK 而且我那時候那個朋友 就一直也是 就是對他的印象非常好 然後 所以跟你說很多好話 對 然後要來台灣一個禮拜 就是我們就計劃開車環島 環島 對 但是其實那個禮拜就是 有吵架嗎 經驗也不是說特別好 對 就因為長時間開車嘛 然後累 累了就想休息 然後他就是想要出去走走 對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們住宿的時候是住一起嗎 一定的 住一起 那有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 就 沒有 就確定關係啊 馬卡先拿兩瓶財寬 馬卡你搞不好 我重講 因為我已經來過台灣 然後我對台灣有一定的印象 對 對 然後 他那個行程 真的讓我非常不開心 然後他安排可能 吃的 住的都真的很 很爛 很沒有 很沒有用心 你不喜歡 對 所以我那時候可能 真的是 絕對已經會不會跟他在一起 對 那之後怎麼又 對啊 什麼點 我是一直覺得他下什麼藥 然後我下什麼藥 我是在 做場合 好 你的工作是 我本業就是影片製作 我也是拍片的 然後有一天就是我的朋友 他是做導播的 然後打電話來說 欸 要幫忙帶個班 就是有一個 有一套新住民相關的節目吧 然後我就 喔 好啊 好啊 帶班 然後後來到了現場發現 喔 都是印尼 越南 泰國 都是大學生 年輕妹妹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他那個橋段就是在打羽毛球 然後我就看到打羽毛球 我也看起來好青春 穿著那個短袖短褲 你不是工作人員嗎 而且那是人生 我覺得你講越來越快 憑你拍這個片 是蠻特別的 憑睛的內心有一點氣 你看我來 你那也是看很多小劇場 對啊 看了就很開心啊 然後我就跟他們有 保持個聯繫方式 大家就交交朋友這樣 你們兩個差很多歲嗎 八歲 那還好 對 其實因為我覺得 真的在追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些困難 或是卡關的地方 所以大家有什麼地方 你真的覺得快過不了 追的時候真的很痛 很困難 其實我剛開始追哩的時候 我一開始不是跟她要了她的臉書嗎 我這臉書上面跟她打了招呼以後 那我這中途也有約她大概五六次 但我每次她都會找理由拒絕我 那我還記得有一次 就是好不容易真的約得到了 她就跟我講說 晚上可以一起吃個飯 我那天聽到這個就想說 聽到這個就想說 聽到這個就想說 晚上應該... 中了 滴滴滴都先借好了 晚上應該要是逼 不是啊 好像很長片 長片 悲情城市啊 對 比較安靜的 我那天整個超興奮的 然後我就是一整天就是 很亢奮 混不守次了 然後很亢奮這樣 可是到了下午六點 她就突然傳簡訊跟我講說 我今天晚上有工作 這我也想殺人 玩到玩到 重點是 我前面已經被拒絕了五六次 我想說 我不要鬧了吧 生氣 然後我那一... 然後我就整個很沮喪 然後可是到了九點的時候 她又傳簡訊來跟我說 問我說關心我我在幹嘛 我就說 我準備要睡了 因為我隔天還要上班 對 然後她就說 嗯... 不是 我喜歡 妳做什麼 好厲害 寫稀本了 沒有 iemand那麼激本啊 沒有妳太厲害了 一收一放... 哇妳咧 很厲害 那 Deswegen躺在床上 我整個從床上躺起來 試 ут擱 什麼話 洗和 econ 先洗澡 先洗澡 因為我想說 想要這樣 你看 那個表情 她覺得她在看內褲 她有這種經驗 真的 然後把那個假屁股穿上去 然後我覺得法國女生 真的很會屌 她這時候就傳了一個簡訊跟我講說 我想說 為什麼要帶什麼東西 對啊 第一次見面要帶什麼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法國女生 我家裡剛好有幾群還不錯的紅酒 然後我就帶了一瓶紅酒 我覺得法國女生真的很聰明 因為她跟我講 帶什麼東西 可是她沒有跟你講說 要帶什麼東西 假如那天晚上我亂帶東西 亂拿什麼東西出來 我想說之後可能我就沒有機會 不過其實那天晚上我是 什麼都有帶 我什麼都帶好了 她帶什麼東西 其實沒有拿出來了 連羽衣都帶了 真的是 everything 藏在那個內袋裡面 所以早上那個準備 對 可是男一王她表現得還不錯 所以第二天她跟我說 她要彩排 我說好 然後第三天我也說好 然後第三天以後 然後第三天以後 努力付出是有... 有代價 是有代價的 所以莉莉 因為她約你 你一直說 是故意做的 是真的嗎 因為我老公在追求我的時候 一開始我都一直拒絕她 我沒有時間 我很忙 可是有一次我覺得 好吧 就答應她一次 然後有一天她跟我說 她要晚上請我吃飯 我想說她應該要請我去 一般的餐廳還是酒店 可是到了才發現 她進了 然後那一晚我們聊了很多 感覺真的很好 我心想真的不敢相信 因為我感覺真的很舒服很完美 然後中途我去洗手間 打電話跟我朋友跟她說 我現在在101樓上的餐廳 跟這個好帥的台灣男生吃飯 好帥喔 因為我真的不敢相信 全部都很完美 然後那一個禮拜也是聖誕節 她送了我一個好漂亮的 幾番顏寇的項鍊 你真的下重本耶 真的 有喔 你當作最後一個女生在追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就是已經這麼完美了 一定要拚一下 用盡錢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是一個好幸運的女生 因為老天爺 我給我一個好帥 好浪漫 還有應該有錢的男生 對 真的 妳做得好滿喔 妳們就結婚多久了 兩年 對 好恩愛喔 對 感覺還是很熱戀 好羨慕妳 而且剛好在聖誕節 聖誕節是最想要 適合談戀愛的事 不過最後還是想問妳 到底蛋了啦 筆記他講了 筆記 觀眾在做筆記 這個很重要 除了好久之外還有帶什麼 該帶的都要帶啊 還有帶0.03啊 太細節了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重點是0.03 0.03 我們一開始先加了臉書 那我們大概是兩三個禮拜 會拍一次那個節目 那在沒有拍節目的時候 我就用臉書跟他保持互動 對 然後跟他交流一些訊息 一直到我們下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些話題可以聊了 對啊 然後就差不多經過兩三個月 我就覺得好像有個七八成把握 那我就問秋仁說 那我們要不要在一起啊 然後他就覺得說 好像我要再想一想 對 那我就說 好啊 那你想吧 然後那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讓他想 對 我想說那應該一兩天之後 他自己會來找我 對 等他一兩天之後他就來找我 真的 這個也是聰明 也怕很聰明 真的 成熟的男人 成熟 成熟 不給對方壓力 對 然後後來他 才知道說 因為那個時候他其實 對 那還在 那個時候還在怎麼講 關係很混亂的時間 分手結 壞分手結 對 因為他這個故事也是滿奇葩的 是要妳自己講還是我來講 沒關係 妳講 我講 對 就是 他那時候好像有一個認識的 差不多一個月左右的男朋友 那他的爸媽很喜歡秋仁 那個時候就有提說 那我們就來結婚吧 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月的時候 對 一個月的時候 他爸媽就很喜歡他 然後就說要結婚 然後就直接把他的八字 跟他兒子拿去合 不合以後 他們父母就很討厭秋仁 好奇怪喔 對 就很反對 他跟他的兒子交往 這是本土劇 這是本土劇 對 然後那那個時候 其實秋仁就覺得說 這個男生大概不行 對啊 那後來我也 那個時候我也知道說 他有一個 就是好像 快不行的男朋友 對 那我就 快不行 已經急診了是不是 其實那個算命師 是你派去的對不對 對 那我 反正那個時候我就趁虛而入嘛 對 然後就跟他確認說 我們家沒有這樣子的信仰 我們沒有這個宗教 我們不會合八字 對...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一起 對 我覺得他一開始跟我約出來 也很奇怪 因為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這個男生好奇怪喔 因為... 奇怪喔 對 說妳試一個 髒東西就對了 妳去到日本殺啊 原生... 去殺 是嗎 對 我也... 對 那時候 心裡OS很久 因為他那時候 好像剛去沖繩回來 然後就是... 沖繩的鹽巴 黑糖吧 就是買很漂亮的鹽巴 然後就給我 不過他後來 我們在一起之後 才發現他其實是有一些小動作 滿浪漫的 對 像有一次...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 金馬影展的短片 播放的那一天 首映會 對...然後他就來 就在外面等我 因為遲到了 然後他準備了一束很漂亮的花 因為我很喜歡花 那時候我們剛在一起了 就送花 然後我就拿一袋很重的東西 他說給你一個容器 我說這容器是什麼東西 然後打開才知道是... 對... 好貼色喔 好實際喔 應該... 應該是說 他覺得我是外國女生 可能家裡沒有花瓶 所以就... 花也買了 然後花瓶也順便買這樣 好浪漫喔 對... 那個也是我... 算是第一次送女生花 生平第一次 買完花以後 我才開始去想這一系列問題 那這個花之後 回家要怎麼辦呢 怎麼不會擺桌上吧 那我那時候就推論說 我應該需要一個花瓶 所以就帶了一個花瓶 這好... 這個很貼心的男生 對啊 那你有送... 你有送噴槍嗎 沒有啦 送那個花瓶就很厲害了 所以他的故事也是很浪漫 而且自己讓他洗滋滋的感覺 對... 付出滿滿 就是在環島的那... 兩個禮拜 回到南部他要坐飛機 回去的時候他... 就是用我們吃完的巧克力盒子 他們巧克力盒子上面有一個... 可以撕開 可以寫一個字 就是對我寫一段話 他說等他上飛機的時候再... 我再拿出來看 就是這一段 這帶來上面是寫中文嗎 中文... 可以借我厲害 可以唸嗎 不要 不要害羞 來...幫他唸... OK 這兩個星期我... 我過得很開心 這一段時間會一輩子留在我心裡 謝謝你一直陪我 對不起 如果有些事情我做錯了 別忘了你的俄國女朋友 而且還灌一個小太陽在下面 真的 你這時候應該超想要買機票了吧 趕飛機... 這真的太浪漫了 真的是... 他真的是把... 但是其實我這個卡片 因為我覺得... 真的我們沒辦法在一起 但是我也是不想... 巧駕還是什麼 我就要一個... 和平分手 他就要一個很客氣的說法 這個會讓男生覺得 你是已經... 對... 對... 是啦 對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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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男生說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就是他們每次錄影 都會從高雄上來 然後陰中都會開車上來 開車... 開車載他回去 開車是因為... 在空間裡面他可以安安心心 對...看他 是不是很浪漫 對... 每次都說好羨慕 因為每次我來錄影 我問我老公 他說... 每次老公都要自己來 對啊... 然後我看他們超浪漫的 很棒... 對... 剛剛前面都是聽一些甜甜的故事 但我覺得文化上面 一定會有一些衝突 一些差異 所以你們有沒有很大的爭吵 讓你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吵架的時候 或是針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不同的時候 你們吵架是用中文嗎 我們吵架 吵到高潮的時候 他會... 高潮 他會叫一整串的法文 然後會叫一整串的陶語 來... 聽看看 對... 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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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老婆化身偵探 發現老公有小三 那時候我們再剛住在一起 他每天早上有點出門 然後晚上11、12點回家 好傷心 所以那時候我懷疑 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別的女朋友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朋友 我們等他出門去上班的時候 就偷偷跟蹤他 這麼過分 對 對 我們吵架 吵到高潮的時候 他會... 高潮 他會... 他會講一些髒話之類的 那有時候難免就是會... 情侶一定會有一些... 小陣子 更何話我們是不同國家 文化上不同 那可是我們東方人... 吵架的時候 我們會想說 先緩和一下情緒 等過幾天再來講 可是我覺得外國人 他們比較有個性 他們會想說 當下發生... 當下就解決 當下就講 可是... 因為我太太Lily 她是一個比較直的人 所以...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吵架吵到一個高潮後 講話都會有一些 情緒性的字眼 那我就會... 比較無法招架 那所以現在在家 我都會盡量就是順著她 她講什麼我都好 對啊 畢竟 真的很好 因為台灣工作的時間很長 所以我老公之前 在一家房屋廣告公司工作 然後那時候 我們再剛住在一起 她每天早上有點出門 然後晚上十一、十二點回家 好辛苦 所以那時候 我懷疑她是不是在外面 有別的女朋友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學友 我們等她出門去上班的時候 就偷偷跟蹤她 到公司 看她在那裡工作 你們兩個很喜歡跟蹤 跟蹤嗎 對 對 然後這件事情 我兩年以後跟她說 她一直笑跟我說 我真的很想白癡 對... 好男人... 真的 其實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來台灣滿久了 差不多第五年了吧 所以其實我還滿喜歡台灣 因為是來台灣念書的 對...來台灣念書 所以還滿習慣台灣的文化 而且加上我們的歌星都滿溫和 所以從認識到現在都沒有吵架 到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 妳沒有看她不爽的地方過嗎 她真的人很好 對... 完全... 完全不會生氣 她看起來就好好生氣 真的嗎 對... 對...就完全你... 超棒 有時候真的想要... 吵不起來 吵不起來 吵不起來都沒辦法 沒辦法 我也是這樣 對 我不相信 妳老公也是 她完全... 就是她讓我吵 然後我現在到現在 已經覺得也是沒有一吵 對... 因為都是我在吵 妳氣吧 因為她... 因為她不是我愛妳的 其實我覺得生活在一起 一定不可能 一直維持女神的狀態 一定偶爾會露出一些馬腳 所以妳沒有什麼幻滅的事情 一開始... 被娜應該沒有吧 被娜看起來很完美 對啊... 完美啊... 又可愛 一開始我認識她的時候 就覺得她應該是那種很固形象 然後很有氣質的女生 對啊 但是呢 過了兩年半之後 兩年半 對... 就我們確定要拿出來嗎 就是呢 有一次就是我們在家裡 然後曬衣服嘛 就洗完衣服就曬衣服 然後... 就要把乾的收...收進來 然後呢 她就... 把我的內褲 戴她頭上 怎麼這麼幽默啊 對 她戴在頭上 然後跳舞這樣 好可愛... 可是她其實私底下 是一個很...就是很搞笑的 小孩子 女神...女神做這個很OK啊 她可能是幫妳開心啊 對 她會帶我開心 可是...可能就是... 朋友或是不熟一點 跟女神的形象是不太一樣的 對... 然後外面網路上 你就不可能會覺得 她會做這種事 還滿時尚的 好嗎 她感覺她滿像圍巾耶 她怎麼戴起來這個好處 對啊... 對啊... 所以她私底下也會喜歡 惡作劇什麼的 會... 真的喔 對... 我看到都不一樣 不一樣 不錯 加分... 很可愛 很加分... 好 因為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我老公每一晚他都會請我 然後抱著我睡 可是現在呢 他每天晚上我跟他說要睡覺囉 他就一直畫他的手機 給我說妳先睡 然後中午我跟他 畫完手機的時候要睡了 我抱他 他一直跟我說 好樂... 然後就轉過去他自己的那一邊睡 怎麼過分你... 睡 怎麼會有多熱 所以我... 其實... 她體溫很高 那為什麼以前是不覺得高 因為以前我的體溫也很高 因為熱烈 小情侶親密舉動 現上已婚夫妻 在下班回家 我在窗上看電影 然後他來... 然後這樣的 然後他... 小情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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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甜喔 你們是小情侶嗎 你們還是很多 我們早就被一發展發下去 對啊 然後好有家長這樣 被廣告在追劇 你在追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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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嗎 只要你敢說敢秀敢爆料 誠摯邀請你加入WTR檢輩會 趕緊撥打報名專線 02 2650 6340 請 要睡了 我抱他 他一直跟我說 好 夢好了 然後就轉過去 他自己的哪一店睡 這麼過分 你... 對 所以我熱烈 其實... 他體溫很高 為什麼以前是不覺得高 因為 沒有 我每次... 我每次真的會 馬卡跟他說 如果你要怎樣 你可以在一起上睡 最亮不會熱 對 真的 真的 你們對老婆或女朋友 會這樣嗎 彥均是不會啊 彥均他... 我們應該都一樣 所以小鐘哥你會嗎 所以剛開始做練的時候 這樣抱著睡可以 但是你長期這個手會廢掉 他開始這個手會都超用 而且那時候以前熱烈的時候 還會想要偷偷說 所以一定有什麼地方改變了 我記得我剛剛開始也會 我記得皮特很酷 用了香水 但是現在他... 不噴了 不用...不用這個香水 然後到下班回家 我在窗上看電影 然後他來... 然後這樣的... 然後他給我問... 他的腋下 連汗味道 護診啊... 護診 我叫他的腋下很醜的話 所以我不要... 哇塞 小情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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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小情緣啊 你們還是很多時候 我們早就被一巴膽發下去 對啊 還有家閘的... 別說話在追劇 你知道嗎 除了扁胖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挑剔的 因為我之前一直保怨 他什麼不會做驚喜還是什麼 我覺得他最棒的地方就是 他會改進 他可能因為已經沒有空間 他只好要... 他就是什麼話 他只好要... 要扁好 對 所以我覺得粉絲我們結婚 像我們快五年了 對 我覺得他真的越來越好 像... 越來越貼心的台灣老公 到底做了什麼 讓人無法挑剔的事呢 WTO唱歌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德國阿福 今天教你們一句很好用的德文 比如說你到那個餐廳 然後你不知道你想吃什麼 因為你不熟 他到底在賣什麼東西 所以你可以問他 你可以幫我推薦嗎 好 德文怎麼講 然後他可能會跟你說牛排 steak 或是豬排 Schnitzel 所以 那你如果要旅遊 你到那個火車站 或是你要到飛機場什麼的 你也可以問 那... 你要坐火車 你要坐飛機 你要坐車子 所以你可以問他 他給你推薦的是哪一種交通的工具 這個都很好用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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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我們快五年了 對 我覺得他真的越來越好 像我們也是最近來露營2000 在台北 然後我們星期前是最後一集 所以我們 然後他星期又要上台北 出差 愛 對 然後他出差也是以前來回州高鐵 然後他晚上回家 他就拿一個檯子 然後給我 我說什麼東西 然後他裡面就是戴這個耳光 耳光 他說他就是買票 然後說跟董事叫董事先走 然後自己趕快跑出 給我買 像我這樣嗎 對 因為他...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他之前要買什麼東西 他說你要什麼東西 還是這個OK嗎 還是就是完全... 都會問你沒有金錢 對 對 還有一件事情絕對不要忘記 沒錯 就是一起幹大事 等一下 對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 晚上九點 一起幹大事 會讓你們度過很開心的夜晚 一起幹大事 好 好的好的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打酷其他節目會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真的